然后等你有孩子以后去哪呢 那就是全世界更著名的了 比美米还著名 就是欧兰德 欧兰德这个西方所有孩子的人 全都知道 为什么呢 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主题公园聚居地 基本上全世界最大的主题公园在那都有 而且它有那方式呢 还跟你在其他地方说 这地我玩过了 那不是 那还不一样啊 最最基本的就是迪士尼 这迪士尼 大家说我去过香港迪士尼 我就甭去了 那完全不一样啊 这迪士尼的政策是这样的 它基本上 那个市其实就不应该叫欧兰德 那市只有一半就应该叫迪士尼市 因为那市有那好几万亩土地是卖给了迪士尼 所以迪士尼那个老板去那比市长还厉害 迪士尼在欧兰德建起来大概是五个元 这个在全世界都没有 迪士尼在加州洛杉矶这有两个元 这已经算大的了啊 所以其他地方迪士尼加一块 都没有欧兰德的迪士尼大 因为其他地方加一块都缺少了几个元 尤其是我最喜欢的啊 我每次去欧兰德 就去迪士尼那个叫 Animal Kingdom 大家一想起迪士尼就是卡通人物 但是这它有真动物园 迪士尼Animal Kingdom里面有 各种古怪神奇的动物 有长着黑脖子的白天鹅 有长着这个斑马屁股的鹿 有这比狗还大的蜥蜴 我见到一这么大的蜥蜴给我吓坏了 然后有这个蝙蝠长得跟鸽子那么大 大蝙蝠 然后这鸽子长得跟孔雀那么大 这个有全身一根毛没有的全裸的大老鼠 各种各样神奇动物 那是我很喜欢的一东西 因为像我这岁数 你说天天去看卡通去 当然也行啊 如果陪孩子什么之类的 但我自己就很喜欢去那地方 然后还有其他的两三个迪士尼的园 比如世界各国的风情啊等等 这在其他的迪士尼都是没有的 所以到那光迪士尼 你就能得至少三天吧 玩不完这迪士尼 小孩有可能能玩完 大人是最后毛肝脚镜 累的就是实在是跟不了 包括环球影城 大家说环球影城 我去过洛杉矶 就环球影城总部在洛杉矶 但是欧兰德的环球影城 比这个环球影城多了一个重要的园 就是这几年啊 多了一个叫哈利波特园 就是哈利波特园 这个在洛杉矶可没有 但是那个太有意思了 一派那种童话小城风情 包括Sea World 在南加州有叫海洋世界吧 但是在那也有一个Sea World 包括这个Sixplex 在那也有 但是那规模比我在这儿 看这个Sixplex还要大 这六旗其实里边就都是各种国山车 那小孩玩不了啊 那很大人都玩不了 我这上级一趟下来半天没缓过来 我做的还不是那最厉害的 最厉害那国山车在那六旗里头 那基本上属于极为身强力壮那种特逼腻的人才能做 我是基本上去过一回再也不去那六旗了 这个为什么叫Sea World 就是因为这个主题公园是从德州发展起来的 这德州这咱们讲过啊 这个德州的历史在美国是极为复杂 所以它可以同时数六个旗都代表德州 有他们刚独立的时候的孤星旗 有他们参加南方叛乱的时候的这个邦联旗 有现在的联邦旗就国旗吧 总而言之吧 就六种旗都能代表德州 所以德州是属于这个标志最多的一个州 所以叫六旗Sixplex 所以到整个欧兰豆遍布了主题公园 而欧兰豆的地儿其实也挺适合做公园 因为它到处都有水有湿地啊有湖啊 就是稍微有点热 所以大家夏天不要去 反正我第一次到欧兰豆的时候 我其实很惊叹 我说美国这国家的经济已经坐到了 沙漠里可以建起一个Vegas 这么热的一片潮湿的湿地 你要说如果没有主题公园 这地儿其实没什么可理由 它也不靠海 就哎 它居然就能建起全世界的主题公园 说我要不copy一个在那儿 我就亏了 所以大家一人copy一个 导致整个欧兰豆这么大一块地区 到处都是主题公园 你就且玩吧 一礼拜是没问题 你要是带着孩子来 还有一点特别有意思的 就是它把这个酒店做得很有意思 它酒店规模之大 跟Vegas差不多 Vegas也是因为全是家庭娱乐 一家一家的来 所以酒店都巨大 欧兰豆也是 而且酒店围着公园 除了一两家特别高级的那种 给商务用的酒店 不围着主题公园 导致什么呢 就是你早上一醒了 这个走到阳台上 你就开始看长青鹿谈恋爱 看各种各样的动物 这个看长青鹿吃醋 三角恋爱 突然等 明天早上醒了 一看 就怎么又换了一个 然后旁边那个很忧伤的 特别有意思 最重要对孩子的乐趣在哪呢 就是你只要在跟迪斯汀有关的 所有这些酒店里住住 你就会有那么几个手环 这手环能干嘛呢 相当于就是临时的信用卡 以及钥匙 以及各种各样的都用这手环 绑定了你信用卡 你就让小孩戴着这手环 小孩高兴极了 因为小孩有一个特别大的乐趣 就是他要给人结账 他他喜欢给人结账 他喜欢说我来买单 或者我来开门 或者我来买门票 他就用他手上的手环 然后特别激动 小孩终于有一种 当家做主人的那种感觉 走到哪去 说吃饭吃饭 小孩说我买单 就拿着手环一下就买了 到所有的旅游商店里 去买东西也是 拿着手环 小孩说我买了 我自己结账 拿着一下把账结了 特别会骗小孩钱 因为小孩他不会算账 小孩也不管父母有没有钱 小孩只管说 原来这些东西都可以白拿 拿完了以后 只要拿着手环 对他一对就行了 所以到那家长小心 手环不要给太小的小孩 因为小孩真的什么都不懂 你这一个不留神 回去说商场也太急逛 你也不知道 抱着东西走了 等回头一开账单回家哭了 基本上美国的很多东西 都是这样 靠那种特别聚集的规模 导致没有人能跟他竞争 就像Vegas那种 聚集的赌场的规模 以及Orlando这种聚集的 Theme Parks 这种主题公园的规模 是这次你没法比的 所以Orlando是 你年轻之后 你有了家庭 有了孩子 你会至少去过 三四回五六回吧 这次你会发生了家庭的规模 你会发生了家庭的规模